今天早上对台湾的民主跟人权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退步 就是打压 因为这三个年轻人 声量是最大的三个年轻人 把这三个人给压下去了 那是不是就净若寒蝉了 纳税的盖世太保到我家来了 在搜寻那个陈诗俊他的房间 他房间翻得乱七八糟 一张一张的翻 我觉得好可怕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你已经回到那种戒严时期的那种感觉 可是比那感觉更可怕 新党提醒民进党政府 别忘了 处虽三复 亡情必处 这个你是我的家 你们是凭什么 这样子可以随便跑来我的地方 文件全部都通通收走 我也不知道 然后检调说我们只是请他做证人 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说不同党不同的立场 我觉得不需要这么极端吧 我都在原山 学习在那个活室插花 这个过节 过年消灾 写的是祝蔡英文正公开态 国泰民安 产无路百关 全国平安 经济繁荣 我们目的只是为了这片台湾 希望不管任何政党 大家都是用和谐的方式来奋斗 把台湾经济搞好 一张是调查情话的 我不清楚 这个你握我真的不清楚 那宇宙翁信在台湾这样子交的朋友 我也不晓得他跟谁 因为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我都没见过 宇宙翁信已经办不下去了 然后再找四个人要来填账 是吧 办不下去就承认一下嘛 而且找检察官的稍微用心力点找 找个林静廷是专办统派的 请各位去查查他最近办的案子 发两个地址 一个是在博爱路 一个是在新店新北的中生路 假如你接到这两个传单 请各位接到这两个传票 你该怎么办 这摆明的 我就是要逮你就对了啦